中国意见人士陈光诚周三赞扬了特朗普总统处理对华关系的做法,称特朗普表现出了与中国共产党对抗的勇气。 在中国,表达不被中共任何的信仰或想法、宗教、民主、人权可能会被关进监力。 陈光诚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说,这个国家生活在大规模间适合审查之下。 他还表示,美国必须利用其自由、民主和法治的价值观,调集其他民主国家组成联盟,阻止中国共产党的侵略。 特朗普总统在这一点上已经起到了带头作用,我们需要其他国家加入他一起进行这场斗争。 陈光诚曾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,并被软禁在加州。 2012年,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官员的帮助下,他逃到了美国工具由时任国务卿西拉里克林顿领导的,与中国政府谈判达成的协议。 陈光诚获得了一项就读纽约大学法学院的奖学金。 没过多久,他就卷入了美国政治的漩涡。 在公开时的纽约大学区服于中国政府压力,提前公主奖学金后,他于2013年加入保守派制库威瑟斯旁颜,周所,威德斯文 Institute,单位研究员。